嗨,大家好,这里是雕龙小鸡 上一周,公司要求我们注册一个网站 然后将自己的身份证和学位证等证书上传 虽然我们的信息已经被盗卖得很泛滥了 随手就能做到的一点防护手段 我觉得可以做一做 所以我将这些证件、毒片都加上了水印 不管你的需求是给大批量的毒片添加水印 还是给正键添加水印 我都有自己的一些小技巧 这个视频主要包含这几部分内容 在线添加水印的网站和软件客户端选择哪一个 推荐添加水印的软件 到底是添加文本水印还是毒片水印 先搜一下在线添加水印的网站 看一下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第一个 这里一个免费添加水印的按钮 基本上就是很常规普通的功能 大部分网站和软件其实都一样 因为可能我的思想比较阴暗 我们给证件添加水印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保证信息安全 数据不被滥用 但是当我上传毒片时 总觉得他们收集了我的毒片 这样本身就不安全了 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 反正不管到底收集门 如果能避免这种情况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一做的 所以我推荐软件客户端来添加水印 因为如果我们能禁止某个软件 连网这样相当于离线使用这个软件 没有数据交换 接着我来推荐一个添加水印的软件 这种软件网上很多 如果你现在还蛮有熟悉的 我推荐一个自己使用的 非常好用 就是这个软件 它的优点我也列出来了 操作很简单 功能强大 而且支持批量处理 可以批量的添加水印 离线也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它有两个缺点 收费 免费版生成的毒片 是有他们公司的水印的 我这里应该有 这一行就是他们公司的水印 这是我的水印 然后它不支持中文文本的水印 当然针对这种情况也是有办法处理的 就是用毒片水印 这是下载地址 这里提醒一下 他们网站如果你没有科学上网的话 下载很慢 如果实在太慢的话 可以告诉我一声 我发云盘链接给你 接下来是禁止这个软件在我的笔记本上连网 方法很简单 了解以后也可以用到其他地方 我在MacOS系统上演示一遍 如果你是Windows系统 我这里有一篇毒温叫着 写的很详细很详细 先全局搜索安全和隐私 选到防火墙 将自宝销打开 打开防火墙 防火墙选项 添加我们的软件 这里 添加 点击这个绿点 选择阻止传入链接 然后确定 这就完成了 现在来用一下这个软件 因为确实比较简单 使用起来 选择要添加水印的毒片 随便选取上吧 我不是添加了三张吗 再添加一张 下一步 选择添加文字水印 还是毒片水印 先选择文字吧 这里是调节水印的大小 选择水印的颜色 我这里为了看清楚 所以颜色选得很鲜艳 但实际上这是错误的选择方式 我们水印的颜色 最好和毒片中的颜色色差 不要太大 选择网以后 关掉 这里是改变文字内容 不支持中文 那你随便写一个吧 这里是改变水印的字体 这里面差不多有200多种 可能你会疑惑 这里面的字体 是否有版权问题 他们官方也给了解释 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带有260种内置字体 这个话我没有看太懂 但是我随便从中挑选了几款 发现都是免费使用的 所以我估测这里面字体 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然后它还可以使用 我们自己的字体 所以关于字体版权这一块 我觉得不用担心 接着是这里的透明度 然后旋转 下一步 这是输出的文件夹 就放在桌面板 这些都是不改变默认 添加水印 前面我提到过 免费的试用板 是有他们公司的水印的 我也不是很介意 然后也不准备购买他们的证书 所以就一直使用的是试用板 可以先看一下 这是完成以后的读片 感觉看起来还行 虽然有他们的水印 再来添加读片水印 因为不能使用中文 我试了两个线上的 在线添加水印 他们也不支持中文 但是可以采取 添加读片的方式来解决 我这里有一张读片 就是一张全部透明的 然后包含文字的读片 将它添加上去 这样太乱了 我来将这个文字水印去除掉 点击它以后 然后remove 这就是读片水印 然后也可以调节大小 放在这里 透明度 旋转 都是可以的 然后下一步 可以看一下 感觉还行 刚才就是这个软件的大致使用方法 现在可能就有点疑问了 到底是使用文本水印 还是读片水印 这里的文本水印明显更加简单 然后读片水印稍微复杂一点 需要准复好一张水印读片 但是它更加不易被清除 当然我的这张水印读片很简单很朴素 就是一段文字 然后生成的 如果做的个性化一点 读片水印确实很难被清除 相对来说 所以还是推荐使用读片水印 然后如果真想使用文本水印的话 色差不要太大 然后如果你想使用类似我这样的文字 读片 水印 也不用PS之类的来做成这张读片 我这里推荐一个网站来生成这张文字读片 这里我自己做了一个读片网址 点击生成文字读片 输入文字 改变图片的参数 这是文字颜色 大小 写体 正体 是否加出 然后关于字写的选择 它这里支持自己自定义的字体 将您的字体URL输入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是调整位置 选择生成的读片的格式 有这么多 当然选择PNG 保存下载 我觉得这样的读片当着水印已经差不多足够用了 如果你能做出更加个性化的读片 当然更好 好的 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用 这个视频录完真的累 拜拜 拜拜